音乐 上次我们的Champ être selection 介绍意大利的酒 得到那个反应非常非常好 上次我们就讲意大利的东北 今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介绍给我们 这次我选了两瓶意大利酒 被人称为意大利酒的酒王 Balloro 它是属于意大利的 在北边的产区Primonte里面 这酒是100%的 Nebbiolo葡萄酱制 Nebbiolo是一种比较难种的葡萄 所以产量不大 这酒的最大特点就是 是很简单、很复杂的香味 如果懂得分的话 你就会分到它有樱桃、玫瑰、八角、皮甲的味道 它的丹宁和酸度都很高 有些人给它一个很漂亮的名字 就叫做武葡萄 这个区就是一个山区 所以早上有很多毛 而且当它成熟的时候 在葡萄的表面就有一层好像白蠟 所以叫做武葡萄 这次我就选了两瓶Balloro的酒 一瓶比较浓度不太高 另一瓶比较维较 适合不同口味 但是两瓶酒的aftertaste都很强 都比较适合配合一些浓味的食物 肉 这一瓶你喝下去 喜欢了一点点 是 但是就 如果你就算喜欢你喝full body酒的人 你都不会觉得它太淡 是的 就是你喝下去会很舒服 其实有些 有些特别女士 她们不喜欢喝太浓的酒 其实这瓶酒就很适合喝 这瓶酒也有很香的玫瑰味和黑咸鱼味 因为它的喉咙是很舒服的 那个鱼韵是很强的 它这么轻的酒 就是那个味道 都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真是不错的 文学好姐有一部电影是讲这个Barroro这个区 是讲它的酒的改革 那部电影我记得好像不是叫做Barroro Boys 是的 原来它也有经过一个很大的革命性的转变 就是一帮年轻人在当时意大利这个区域 它是很穷的 因为当时是战后 战后的时间很穷 然后那个地方他们的生活也很艰苦 眼看隔离法国的酒区很出名的 越来越受到杀人的追捧 自己和他只是相隔不远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酒不能够在市场大买呢 他们背着背囊 握着车去人家的酒厂偷尸 最终让他们知道过中的巧妙 然后就回来有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因为其实他们一去Burgundy 首先他看到法国出的木桶是最好的 全世界最漂亮的 因为木桶对酒的代理是很重要的 那个陈阳 是的 另外回到他们是西简角 就是修成那些葡萄 不漂亮的那些 扔掉它 哇 这么差人 但是变成了一些老人家 就不高兴了 这个经济效益 对于老人家觉得很差人 但是他们其实这种思维 是适合现代概念 你要好的Quality 你当然选一些好的质素的原理 正如我们造团的概念一样 没错 这枝是2014的 即是同一个厂出的 这枝你会感觉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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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样喝下去很舒服 这种味道也很强 对 我这种酒门和刚才那种真的不同 有一股很香的烟熏木味 那个鱼韵很强 很强 这种用来配肉更加适合 我刚刚在我们公司 JACK2MORE那里 拿了两包意大利很著名的 Palmerham 和它的SALAMI 我感觉Palmerham多数会偏咸一点 这个就是 那个咸味刚刚好 不会太油腻 配合它们 所以你用来配合意大利的食品 是没错的 何先生 其实我之前也做过一些资料 我都不是很见到 这个酒在香港 或者我上网找 都不知道有什么渠道可以找到 这次我们可以拿到这个酒 有一个供应商 他是意大人 我跟他很熟 他们已经是第二代 取消了 他父亲也很大年纪 我还很好笑 我们来不来聚会 我说 你这个 Old Murphy 怪不得我看外面 都比较难找些 这种酒 我一定会推荐给家人 和我一起去吃美食 因为这种酒 我觉得很合适 非常之 complex 还有Palmerham 这个酒区 实在是在意大利 真的很出名 还有香港我所知道 是非常难找的 其实供应商 都给了我们 挺优惠的价钱 我们的目标 都是选择一些好的东西 价钱漂亮的 去街上 都是充心 希望大家 可以和我们分享 这一瓶的好酒 我们一起和大家 我们喝杯 Salute Salute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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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